嗨,大家好 这次来为大家导游一个元宇宙庭院聚会 这个元宇宙是一个清新靓丽的风格 而且呢,它是一个可爱少女的动漫风格 你看里面的人、景色 他们的设计、制作都是一种俊男、美女、年轻女孩、年轻男孩 然后靓丽动漫的感觉 这个在元宇宙里面不太常见 元宇宙里面数量比较多一点的阴暗 或者是这个动态的 或者是赛博庞克风格 而这一种风格的相对之下比较少一点 但是这个设计的很不错 你看这个水 好漂亮的水 可爱的花园 漂亮的花园 你看这边的可爱房子 漂亮的花园 整体的设计就是一种阳光的 轻柔的感觉 这里面的人也是差不多的气质 你看这里面的人 不管他的装扮还是他的行动 甚至说话的声音 我听到说话大部分都是日文 可能都是日本人吧 他们走的是一种轻松休闲 然后年轻可爱的动漫少女风格 不只是场景这么设计 在这里面活动的人也是这么表现的 就是进到这个场景之后 大家都变成这样子呢 还是说这个场景本来就是他们这一群 性格相似的人一起设计 然后一起聚集的地方 这就不清楚了 但是总之他们表里如一 相当的符合同一个统调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正在吧台上面工作 好像在调制饮料的感觉 这些其实都是3D模型 这些3D模型让她操纵的感觉 好像是在做真的东西一样 很有意思 装模作样的非常自然 很像 感觉好像她真的是在这里面忙碌 然后你看她旁边还有人聊天 并且她去递送饮料 好像她是这个小主人 在帮忙招呼大家 然后这边呢 帅男美女在聊天 一种可爱的感觉 油然而生 然后转身走到户外来再看一下 户外呢 在这个棚架下面 有几个人在那里群聚聊天 好漂亮的一个庭院 这是我今天是一个可爱少女装扮 当然我也是来符合这个场景的 今天如果是装扮成凶神恶煞 未免泰煞风景 跟这里的气质很不合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个可爱少女风 你看看这身装扮 这个虚拟替身 真的是一个很漂亮很轻柔的感觉 当然也是一个动漫风 漂亮亮亮的 这就是今天的活 很有趣吧 符合场景的装扮 就好像穿衣服叫符合场合一样 你看这个场景 室内设计是简约舒适的风格 里面还有一些可以调整室内设备 室内情境的一些开关 然后这个女生还在忙 从我进来到现在她一直都是一个忙碌的状态 然后忙着去招呼大家 真的很像是一个小主人 我来看一看她们的咖啡机 这咖啡都是可以自己拿的 当然就不客气了 自己断一杯来 喔她又回来了 我觉得她是这个场景里面的灵魂人物 然后她就拿另外一杯饮料来给我 看我手上的咖啡 她把它拿去倒在她帮我调的饮料杯里面 好可爱的人喔 这个情境实在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 从来没碰过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想一想看 真的非常符合漫画情节 好像真的是某个卡通动漫的这种风格 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呢 两个人就互相装扮成是这个样子 她看到的我跟我看到的她 恰如其分的呈现在这个镜头画面里面 这是一个美丽的很可爱的一个过程 然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小朋友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这里面所有的造型都是虚拟替身 都是可以自行设计或自行替换的 她不见得代表真人 她的行动是由真人演绎的 但是她的外形 在这里面的行为 其实都算是一种表演 都算是一种装扮 或者你把它叫做Cosplay好了 这个场景在VRChat的这个元宇宙平台里面 她的名字叫做HomeCathbar 你可以在VRChat里面找到她 那今天就先导游介绍到这边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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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